在119消防节前夕 先辅消防局第三大队 办理扩大防火宣导 即大量上换演习 来让民众了解消防人员精实训练成果 与宣导相关消防知识 也希望让民众看到消防人员 为了预防春节假期期间 意外事件产生所做的准备 为了让我们的县民 有更好一个平安的年 县长跟副县长都有交代我们 一定在各单位里面要各本所则 把相关的准备的工作做好 今天我们在竹山办理的 119扩大防救灾的一个演习 一方面我们要检测 我们的消防人员 易霄凤凰志工 以及防火宣导队的人 他平时里面来讲 他的一个训练的成果 还有跟各单位合作的一个 这整个一个默契 在今天里面都已经充分的展现出来了 我希望透过我们消防单位的一个呼吁 跟我们的合作 让每一个的县民 都是有一个非常平安快乐的一个年 看见消防人员认真地参与这次演习活动 将自身高专业技能展现而出 县议员蔡孟儿也感谢他们 为保卫民众生命财产安全所做的努力 并期许在他们的用心之下 能使民众们度过一段平安快乐的春节假期 我们今天是第三大队的演习 看来也是非常的感动 看到他们每一个都站在他们的位置上 很用心的在面对这件事情 也确保了我们竹山路股区居民的生活安全 在这里太平盛世还能够有这种悠患意识 真的是也不容易 也希望说在他们完全准备之下 让我们整个竹山路股地区 都能够非常的平安幸福一整年 议长何胜峰感谢消防人员的辛劳 也期许透过这次的演习活动 来宣导相关消防知识 让民众在生活中能够注意 避免意外事件的产生 记者卢宇凯竹山采访报道